大家好,我是想不住开场白,电影解说也很一般的唐司令 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电影《蛮荒故事》里的小故事 一位爆破工程师西蒙,做完今天的工作准备下班回家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西蒙女儿的生日 她答应自己老婆五点钟之前一定会回到家 于是她看着她的蓝色雪佛来 来到蛋糕店买了蛋糕,准备用来给女儿过生日 等到她出门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车子不见了 通过地上的传单,我们知道车子被拖车公司拖走 无奈她只好打了迪士去到拖车所 手里的人有很多,终于轮到西蒙了 工作人员说,拖车费用490 罚单会寄到你家,交钱之后就可以提车 下一位 西蒙解释,哎呀那条新人道,没有骑黄旗 也没有禁止停车的标志啊 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需要申诉 请到国立交通裁决所申诉 西蒙为了赶时间还是乖乖交了钱 只不过拖车事情让她赶上堵车高峰期 最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天都会来 也没有赶上唱女儿的生日歌 西蒙给老婆进行了解释 然而越解释老婆就越失望 因为这不是西蒙第一次放家人鸽子了 但是今天是女儿的生日 这实在是不能忍 西蒙觉得很委屈 她第二天就跑到国立交通裁决所申诉 人依旧很多 西蒙对工作人员解释 自己昨天的罚单有问题 因为当时自己停车的地方没有七皇期 希望他们派人去那里核实情况 证实自己的清白 并且要政府同自己道歉 退还自己的罚金 赔偿他浪费的时间 工作人员回复 罚单代表一切证据 该交的罚金一个都不能少 西蒙再次强调 没有七皇期 你们派人去证实 工作人员说 罚单就是一切铁证咧 下一位 西蒙彻底诺了 拿起灭火器 对着玻璃一顿乱砸 西蒙被送进了派出所 保释出来后 才知道自己的事情登上了报纸头条 公司怕影响自己生意 解雇了西蒙 妻子这边也打算和西蒙离婚 这次报纸事件是妻子律师 最好说服法官的证据 西蒙一瞬间就丢失了工作和家庭 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 开始找工作 结果被对方直接拒绝 走出大楼 发现自己的蓝色血不来 第二次被拖车公司拖走 西蒙内心十万匹草逆马呼啸而过 他去期管机取了钱 宣称没有提出质疑的 来到拖车所 默默付完罚金 就当你以为 西蒙就此被社会现实打败 和大部分人一样忍受 这些不合理的收费制度的时候 西蒙其实开始了自己的反击 首先他去公司偷拿了炸药 放入了后备箱中 其次故意把车子停到了有黄线的车道 默默的在附近的咖啡厅 看着自己车子被拖走 最后等到车子被送到拖车所 伴随砰的一程 拖车所被炸毁 官方称之为恐怖行动 检查院说 没有人受伤 爆炸范围肯定通过他精心计算 使西蒙刻以为之 网友假评论 诶 炸得好 网友已说 释放炸弹师西蒙 网友丁说 贪腐政权 必将衍生暴力 影片的最后 时隔多久后 妻子和女儿带着生日蛋糕来到监狱 在所有育有的祝福下 西蒙过了一次没有迟到的生日 好了 今天就废话到此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动动你的小手点个赞哦 咱们下期有见有散